今天會和大家拉鬆大腿後面的肌肉 如果不方便在地上做 你也可以選擇在床上伸展 所有動作你應該為自己作出適當的改變 不需要太多配套 由你去適應這個環境 首先我們先伸直右腳左腳屈曲收起來 也可以選擇曲腳 確保腰骨會挺直一點 吸氣舉高手 呼氣推前做八下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灰伏低 盤骨要鬆一下 慢慢想硬直一點的腳感覺大腿後面伸展 腹胸貼大腿下巴超過膝頭 放鬆 自然呼吸三 二 一推地下吸氣上 呼氣換腳做另一邊 記住手推前做八下 盡可能拉長隻骨 吸氣舉高手 呼氣拿一半推前 七六五四三二一 下伸低 記住如果有 追間本突出的話 是不適合做這個動作的 手肘落地 大腿後面 和整個背肌伸展 肩膀放鬆 三二 日吸氣推著地上 然後我們將會平躺在地上 準備抱左腳抱伸 吸氣拿左腳抱伸 做完這個抱伸 我們將會做踢腳 先抱緊左腳 裂肚 下背伸展 然後轉另一邊 抱右腳 準備舉高右腳 做十下踢腳 呼氣 踢上來呼氣 五六七八 八九 準備手足腳 一捉著它 拉它過來 當然你可以選擇 曲曲的膝頭 大腿靠近胸口 柔軟度比較好的 你可以硬直腳 最後吸氣拿起頭 面貼腳 大腿後面伸展 肩膝頭 你也可以選擇放低頭 肩膀放鬆 是很舒服的伸展 三 二 一 左腳踢腳 十下 九 八 七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準備一手足腳 一捉到它 你可以選擇曲曲腳 或者直腳 視乎你的柔軟度 因為你怎麼都會感覺到大腿後面伸展 可以的話 吸氣拿起頭 可以的話吸氣拿起頭 三 三 二 一 release 然後我們會坐回起來 坐直九十度腳 如果你真的坐不直的話 寒了背了 我寧願你曲起的膝頭歌 放鬆大腿後面的肌肉 你就一定能夠坐直 吸氣舉高雙手 跟開始的熱身一樣 呼氣落一半 會推前做八下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四 五 五 三 五 五 要摇鬆盆骨 趁機硬直直腳 手肘落地 逐步調整 你應該要到達的位置 蹬下腳肘 留意前腳掌 屈起腳趾 將前腳掌向心拉進來 你會感覺到小腿伸展 不一定要摺下腿,但一定要拿著前腳掌 屈腳趾進來 手肘落地 放鬆 人格子都放鬆 3 2 1 慢慢轉向後跪 左腳跪,右腳伸直 呼氣,撈低身落一半便足夠 如果膝蓋不能跪在地上 可以立即用椅子放鬆 同樣感覺大腿後面伸展 同樣動作有靈活的變化 不一定要跪 如果大腿後面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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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跪下腿 也可以伸展膝 順勢前腳踏實 向前坐低壓腿 確保膝蓋五個腳尖 保持自然呼吸 保持自然呼吸 3 2 1 轉腳 拿左腳出來,左腳伸直 一個柚子 1 1 1 硬ellschaft 1 3 2 鬆腳趾,腳趾尖向天 前腳踏實,向前推,坐下壓腿 前呼吸,3,2,1,收腳 以下這個動作可以選擇用梳化,坐在梳化邊或床邊做 先放左腳上去,右腳放鬆,丟在最低位,左腳伸直 慢慢伏低向前爬 自然呼吸,腹胸上貼大腿 經過剛才的伸展,大腿後面已經柔軟了很多 柔軟度比較好,可以直接伏低,下巴超過膝頭 然後換另一邊 最重要是另一邊腳完全放鬆 放鬆進去 伏低,保持一陣 然後吸氣 另一個動作就像Piggin pose 屈曲左腳,放上椅或床邊 另一邊腳絕對要放鬆在下面,伏低 再一次,讓我用一張摺椅做多一模一樣,手扶在耳邊 在這個動作會拉到左邊屯部,下背大腿內外側 自然呼吸 3 2 1 轉腳去另一邊 感受右邊臀部伸展 雖然我們說拉大腿後面的肌肉 但因為大腿後面的肌肉 和周邊所有肌肉是有連繫的 周邊的肌肉我們都要兼顧的 3 2 1 吸氣上 以下的動作可以選擇腐床邊 耳柄或桌邊也可以 呼吸身向前90度角 動一下膝蓋 左右慢慢把腳推直 另一隻屈曲 最後嘗試推直腳 呼吸身向前90度角度 這個動作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發覺你是完全呼吸身 或者是寒背的話 我建議你都是不適合做這個動作 因為這個動作如果是做錯了的話 反而令到你腰椎受損 當然我強烈建議大家都是跟著導師上課練習 就是最安全 在我自己的班組來說 我是百分之一百 每個動作是細緻大家去做的 拍片當然調整不到大家的動作 所以大家自己要留意 謝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大家記得按Subscribe Like和Share 好嗎